这个女孩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戏 仙女给了她六个男神让她选择 很快又迎来了她的第五个 而这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是玉泽眼 看着心目中的男神帅气地约自己 她高兴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玉泽眼带着她在商场里购物 秀珍心里想要的她都知道 统统买买买 东西买好以后 玉泽眼到旁边接电话 秀珍看着这样的高富帅幸福不已 她表示不想再错过 两人手牵手走着准备离开 突然一个长腿美女出现 她指责玉泽眼的无奇 因为两个家族为他们已经立下婚约 现在又一脸幸福地拖着秀珍 玉泽眼说自己不会和她结婚 秀珍看着狗血剧的剧情要发生了 内心默默地吐槽起来 果然管家端着一杯水在旁边出现 女人拿起杯子 生气地拖到了秀珍脸上 说时迟那时话 玉泽眼的母亲居然也出现了 生气地咒骂秀珍狐理精 指责秀珍拿了钱不履行沉默 秀珍也是无语到极致 这时管家又送来了一盘裙带菜 想要抹到秀珍脸上 幸好玉泽眼出手阻扰 两人拉扯之下误伤了罗拉 罗拉恨怒惊惊 玉母也血压身高差点晕倒 管家他们扶着玉母离开 这样的剧情十分狗喜 秀珍吐槽之余 想要快点线上出文早点结束 这次秀珍主动把双唇迎上 但是却被玉泽眼挡住了 她决定召开记者会 记者会上 玉泽眼宣布放弃集团的继承权和财产 记者提问里面 玉泽眼看着秀珍说她就是自己的全部 全场一片哗然 秀珍也受宠若惊 现场记者都被他们的深情感动 掌声一片 看着她的深情秀珍深深被打动 玉泽眼想要吻她 秀珍知道如果亲上就会回到现实 于是她阻挡住玉泽眼 希望继续和她在一起 可是事与愿门 秀珍还是回到现实生活中 塔罗牌上出现玉泽眼的照片 秀珍感慨只剩一位 同时也期待着最后一位魅力男主的出现 这时有人敲了敲秀珍的桌子 秀珍摆好姿势期待的一回头 看到一位平凡男士 男士告诉秀珍可以准备拍摄了 并带她来到拍摄现场 秀珍见到了最后的魅力男主李忠硕 平凡女孩看到自己的最后一位男主是李忠硕 开心到简直快要飞起来 她上前打招呼 激动的差点摔倒 只见忠硕一把扶起了她 给了她一个灿烂的微笑 我的妈呀 老夫的少女心要融化了 原来秀珍被选中了当员工模特 她要和李忠硕搭档拍一个视频 但是秀珍之前并没有拍摄的经验 而且眼前站着男神忠硕 秀珍一时之间难以消化 导演过来指责秀珍 忠硕为秀珍解围 拍摄正式开始 导演让男女主角表现出 旅行前的情侣慢走在商场里的情景 秀珍挽着忠硕的胳膊 此时的秀珍已经无法正常地走 导演生气地喊提 忠硕又一次为秀珍解围 接着她拍拍她的肩膀 让她放轻松 当拍到男主想要深情了 为女主戴上项链的长剪时 面对忠硕的靠近 秀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紧张情绪 不停地打拖 一遍一遍重视 导演快被秀珍气晕 同事也嘲笑着她 忠硕要求导演让他们休息十分钟 说着带秀珍来到休息区 为她送上热衣 秀珍还是很紧张 忠硕安抚着秀珍 希望两人能亲近一遍 以便消除紧张感 想到之前的五位大帅哥 秀珍暗自决定要改变自己 这一举动逗笑了忠硕 她安慰着秀珍 而秀珍看着眼前的忠硕 内心千军万马跑过 想着这次绝对绝对不能错过 突然秀珍对忠硕说不能接吻 忠硕听到秀珍的话哭笑不懂 最终两人通过聊天 渐渐熟悉了彼此 再次回到拍摄现场 这次终于没那么紧张 顺利完成了任务 导演看到两人拍摄的画面 和忠硕商量要加上 原本打算取消的场面 忠硕看了看秀珍答应了 秀珍从导演的口中得知 她准备要和忠硕拍吻戏 秀珍听后惊慌不容 赶紧向她询问是 借位拍摄还是真了 这时工作人员过来 告诉他们可以拍摄 秀珍被迫上阵 两人手牵手地走了 忽然秀珍不慎滑倒 忠硕立刻搂住她的腰 两人慢慢靠近 正当秀珍以为 他们靠借位来拍摄吻戏时 两人尽心打了 结果也像秀珍预料的一样 在嘴唇即将触碰之际 秀珍又回到了现实 看着桌面的卡牌 所有的男神都出现了 她的初吻之梦也意味着结束 然后失落的一个人走到走路 独自在角落蹲着 感慨自己的痴心望省 忽然有人拍了拍秀珍的肩膀 她回头看到 给自己愿望的长发美女 仙女告诉秀珍愿望还没有结束 让她在自己遇到的六个人中 选择一个人 回到接吻的最后的一刻 仙女让秀珍在六位男神中选择一个 秀珍却不知道到底该选谁 她继续在前台热情地为顾客服务 同事们对秀珍的反常非常疑惑 都以为她或许真的有了男朋友 就连店长也走过来夸她最近精神好 突然一个帅哥出现在大家面前 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敏浩 她一步一步地靠近秀珍 秀珍吃惊地捂住嘴巴 等她走近 她兴奋不已地和敏浩打招呼 对于秀珍认识自己这件事 敏浩有点吃惊 秀珍以为她是大眼人 然而同事也过来和敏浩打招呼 秀珍才知晓此时她的身份 是一位旅行作家 秀珍以为敏浩和前面遇到的六位一样 都是以自己男友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 于是秀珍很自然地走过去和她靠近 她走到敏浩面前和她说了很多暧昧的话 让她等自己下班直接约会 反正她会爱上自己 敏浩被秀珍的态度弄得很尴尬 最后告诉秀珍她误会自己 她只是来询问领取商品的事情而已 秀珍顿时醒悟了 她羞愧不已 下班后 她边走边阅读着敏浩的作品 忽然敏浩叫住她 秀珍为自己刚刚的失礼向她道歉 并和她一起讨论了她的作品 秀珍对作品里的一句话很有共鸣 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敏浩听了秀珍的观点以后有些感慨 发觉自己找到了知音 随后秀珍询问她叫住自己的原因 敏浩告诉秀珍她的东西掉在地上 是一张塔罗牌 秀珍接过来 翻开塔罗牌 上面慢慢出现了敏浩的照片 秀珍这才明白 她的初恋才刚刚开始 秀珍幸福地笑了 然后两人深情对望 等待着他们的故事 看到这里 我啥也不想说了 只想去捡十个八个绿色本 体验一下和王子们恋爱的感觉 有没有想组团一起恋爱 如果你喜欢本集视频 请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